刘备最讨厌谁 A关宇 B张飞 C赵云 D马超 给大家三秒钟时间思考 正确答案是C赵云 五件事惹怒刘备 第一件事 2002年博望婆之战 赵云深情敌将夏侯兰 赵云对刘备说 主公 请让这个叫夏侯兰的俘虏活下来吧 请你别杀夏侯兰 刘备一脑袋问号 什么鬼 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俘虏了 一些士兵是新爷刚招募的新兵 议论纷纷 我们主公刘备不是很仁德吗 竟然会杀俘虏太残暴了 还是赵云将军仁德啊 其他士兵说 说的对呀 说的对呀 赵云继续说 主公 这个夏侯兰跟我是同乡 是河北夏侯家的 不是夏侯敦的安徽曹家夏侯家 请不要杀他 士兵们又议论 听说曹操对刘备不错啊 当年是给钱给粮给分官 原来他恩将仇报 见到曹家夏侯家的人就会杀啊 刘备又是一脑袋问号 什么鬼 我什么时候要杀夏侯家的人了 士兵们又议论 赵将军说的并不是空穴来分啊 我听说刘备大人 当年有缘部将叫夏侯伯 投降了曹操 从此以后刘备大人 特别恨姓夏侯的 不管是不是曹家人 只要是姓夏侯都憎恨 赵云继续说 主公啊 虽然他姓夏侯 但是他是我的老乡 而且很懂法律 可以当军政 请不要杀他 刘备说 不杀不杀 士兵们又议论 看 赵将军不公仁德 他有面子 一说是赵将军的老乡 刘备再残暴 也不杀了 刘备一脑袋问号 什么鬼啊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杀俘虏了 以上是我的推理 史料里 赵云请求刘备 别杀夏侯兰 有几种可能 A可能 刘备有杀俘虏的习惯 所以赵云 才会请求不杀 B可能 刘备没有杀俘虏的习惯 但是会杀曹家 夏侯家的人 赵云的请求 也有三种可能 B1可能 夏侯兰不是夏侯敦家的人 真的是赵云的老乡 B2可能 夏侯兰是夏侯敦家的人 赵云用善意的谎言 救了夏侯兰一命 B3可能 夏侯兰与夏侯敦是本家 但宜居在河北 与赵云是发小 后来夏侯敦发达过后 投奔夏侯敦 所以赵云强调 夏侯兰与自己有交情 希望别杀 C可能 刘备没有杀俘虏的习惯 但是刘备不是主公 他要把俘虏交给刘表 刘表会斩杀夏侯家的俘虏 赵云提前救下夏侯兰 让刘备别上报给刘表 你觉得哪种推理更正确呢 当然 不管是哪种正确 这件事 士兵们吃瓜 只会说 要不是赵云将军仁德 为夏侯兰求情 夏侯兰就死了 尤其是夏侯兰 还成为了刘备军的军阵 简直是一个行走的宣传栏 谁看到都会支支点点 就那个人 原本是曹家的将领 被俘虏了 刘备要杀 赵云请求的 这才救了他的命 赵云仁德加三星 刘备暴虐加三星 第二件事 208年长板坡之战 云申报阿斗 保护甘夫人救了他们 不管老婆孩子 之前挂了许多老婆孩子 以前的挂就挂了 别人只会说 刘备好惨啊 好可怜啊 现在不一样了 别人一看见阿斗就吃瓜 哎你知道吗 刘公子当年是被刘备丢弃的 是赵云保护的 不然就死了 阿斗当了皇帝过后 哎哎你知道吗 皇帝陛下当年是被刘备丢弃的 是赵云保护着的 不然皇帝就没了 抛弃弃子呀 好狠心呀 以前是 好可怜呀 现在是 好狠心呀 赵云仁德加三星 刘备暴虐加三星 小记 赵云仁德六星 刘备暴虐六星 第三件事 214年占领成都后 刘备要分赏将士们 要把成都的房子 地 分赏 赵云跳出来反对 刘备没有分成 这成都的百姓们 哎哎哎 那个就是赵云将军 就是他劝说了昏君刘备 不然我们的房子地就没了 是赵将军 让我们没有失去家园呀 赵将军太仁德了 刘备太可恶了 刘备表示 发奖金 每个人 发黄金五百金 白衣一千金 钱五千万 颈部一千匹 关羽张飞 祝国量法政都有 赵云 没有 老百姓们 哎哎 听说了吗 刘备发奖金了 众臣们都发了 唯独不给赵云将军呀 为啥 为啥不给 赵云将军为我们说话呀 保护了我们的房子和地呀 得罪他们了 赵云将军 仁德呀 刘备太昏君了 赵云仁德九星 刘备暴虐九星 219年 赵云与空云记 击败曹军 刘备感叹 自动一声赤单也 开庆功宴的时候 士兵们都欢呼 喊赵云威 胡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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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瓜群众们看着刘备 心里活动是 分官呀 分官呀 刘备没有分 赤瓜群众们表示 主公太扣了 连官都不给分 就一句一声势胆 就给打发了 另一个说 没事 咱赵将军大度 不在意 主公一向很小气 刘备小气 加三星 刘备一脑袋问号 什么鬼 咋还有逼着我分将军呢 我是主公 还是你们是主公 再说了 魏国的虎威将军是于晋 吴国的虎威将军是吕门 子龙虽然门 但跟他们比 还差点意思好不好 221年 关与阵亡两年了 刘备要打回荆州 黄忠病逝了 张飞遇刺了 马昭病重了 刘备要带着赵云 去打荆州 赵云说 主公啊 曹家筛子国贼 孙权不是 我们应该打国贼呀 士兵们议论纷纷 赵将军心怀大汉忠诚啊 皇帝陛下 竟然放着国贼不去打 而去打孙权不应该呀 皇帝陛下 自称是大汉的延续 怎么能不去讨伐国贼呢 赵云继续说 主公 刘备 你闭嘴 你有了没了 赵云中汉加三星 刘备中汉减三星 统计赵云仁德九星 中汉三星 刘备暴虐九星 小气三星 中汉减三星 那么问题来了 刘备讨厌赵云 为什么还要把赵云留在身边呢 因为赵云忠诚 赵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大罗金刚版的直男 一个会武术的海瑞 海瑞会武术 谁都拦不住 你会敬佩赵云和海瑞吗 会 但如果你是主公 你身边有赵云或海瑞 你受得了吗 受不了 赵云只是对刘备这样吗 当然不是 一百九十一年 赵云带着常山起义的冠军 投奔龚生赞 龚生赞问他 你们冀州人都投靠袁绍 你为啥来投靠我呢 龚生赞想的是 快夸我 快夸我 是我比袁绍好 赵云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你和袁绍谁是好人 我只是听说 幽州的政策不错 就来了 龚生赞一脑袋黑线 赵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不管你是谁 我不会迎合任何人 我只会做我认为正义的事情 我只会说 遵从我内心的话 这就是赵云 三国正史里 最像海瑞的武将 哦不对 应该说海瑞是最像赵云的文官 刘备表示 我最讨厌赵云 但是我不能没有赵云